Hello 大家好,我是黃瑞 那希望在這個幾分鐘的時間 為大家介紹一個技術 就是線這個技術 英文叫做line 常在我們做頭髮的時候 都會用到這個技術 那首先呢,先為大家介紹 這個技術的定義是什麼 當你把每一個髮片 或者每一個分區 都帶到同一個點 或者是同一個平面上去切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條線 那在不用提拉的方式 前提下去進行的話 這個線就會越來越乾淨 那有兩種 因素會影響你的線的乾淨度 第一個就是你的提升度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髒力 提升度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把髮片握在手指裡面去剪的時候 你會產生這個提升度 因為你的頭 跟你的手指 會有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我們的提升度 還有就是 當你握在手指裡面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種力量 這種力量,握的力量 就是我們的髒力 比如說就像這樣 如果你把頭髮拉的話 它會彈回去 這種彈回去的這種形象呢 會影響你這個線的乾淨度 那再來就是我們就要看這個頭型了 那首先呢 我們要剪一條線的時候呢 我們先定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可以在這邊 也可以在臉的上方 或者是耳朵的下面 或者是在這裡 比方說我今天要畫一條直的線 剪到我的客人的脖子上的時候 那我的分區呢 就應該要跟這個線是平行而走的 比如說直線分區就是平行 好,接下來就是 當你的線跟分區是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把所有的髮片都帶到這一點去剪 當你剪完以後呢 你就會出現一條線 而且你的線的乾淨度呢 就要看你的髒力了 比如說你會壓在手指裡面剪呢 還是會壓在脖子上剪呢 還是會放在梳子裡面去剪 最乾淨最安全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梳在梳子裡面去剪 你的線就會很乾淨很乾淨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不會只是做這一種一種的技術 很多時候你剪完這條線以後 可能努力做一些去除重量的技術 就是layers啊 或是做一些堆積啊 就是我們所說的graduation 所以呢 當你把這個線跟其他技術去組合的時候呢 其實握在手裡面去剪呢 會更加的有把握去掌握這個技術 它會產生這個flow 就是這個連貫感 還有這個連接性 當我握在手指裡面剪的時候 雖然我是離開了頭型 我會有一些距離 但是呢 還是會呈現這個線的 只是它會產生一點點的graduation 然後呢 從這個graduation上 你會做更多的graduation 或者是慢慢的提升到做另外一種技術 就是layer 很多時候都會被問到 什麼時候需要握在手裡面剪這個線條 什麼時候不需要 只要放在梳子裡面剪就可以了 比方說我有一個客人 要過來剪這個頭髮 他不要任何graduation 或者是層次在頭髮裡面的時候 他只需要一個很乾淨很乾淨這個線條 那我只要用很低很低的張力 放在梳子裡面去剪 那出現的線條就會很乾淨 到我吹完風以後 要修整的功夫也會特別少 那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留個message給我 或者是放一些comment 在下一堂課 我希望跟大家再談一談其他的技術 拜拜